别问我为何老是说京都 因为京都真的说不完 不过这次我要以六天午夜行程安排为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为写书搜集资料时候 亲身踏查的行程规划 或许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idea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尖 曾蒙大家的厚爱 我的新书龚头尖的京都时光 在六月中出版之后 将近三个月的期间 无论在网路或者是实体书店 都维持在销售前十名的榜单内 虽然我一向不太好意思强力推销 而是让书自己去说话 但自己知道投注了许多心力与时间 当然还有金钱 有这样的成绩还是感到欣慰 当然也要再次感谢愿意买书的读者 不过由于本书的内容 是以历史时间轴的方式来呈现 难免还是会有些读者觉得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方式 要如何安排行程比较好呢 那本集呢 我就要以自己其中一次实际探访的路线 给大家做个参考 必须事先说明的是 这个行程相对紧凑并不太悠闲 而是挑重点快速浏览 但我自己是都能乐在其中 毕竟是京都啊 那么就让我们出发吧 我拍了这么多走读京都时的系列 常有观众问我要怎么样快速规划自由行的行程 很多观众感到苦手 今天推荐你一款台湾原生的旅游规划APP 去去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这边就逐一介绍给你们 达人行程复制造玩 如果规划行程没有灵感 APP内有超多旅游YouTuber 部落客规划的行程可以参考 一键复制到你的行程中 我的走读京都时系列相关行程也在去去 立刻扫描QR Code就可以看到我的完整行程规划哦 多人出游共编行程 多人共编的行程让讨论行程更有效率 一站搞定交通安排 包含查找航班 旅评险的预定 机场接送 去日本还有ToyotaRenaCar可以选择 Google景点地图清单一次汇入 也可以把整批Google地图的清单一次汇入 就可以在去去上面编排存在Google的口袋清单 习惯用电脑排行程的朋友 也可以使用去去电脑版规划 日本优惠券专区领到手软 甚至连常用的日本优惠券都规划在内 还有档案夹的功能 可以收藏电子机票 景点票券等等档案 必要资讯整合在行程表里 现在扫描QR Code 跟着我的行程晚京都 首先第一天 当然就是从台湾飞往日本 以前我也曾经搭半夜的红眼航班 但现在多半是选择五班机 相对轻松许多 抵达关西空港 再搭哈渡卡去京都 选择车站附近的旅宿 吃个晚餐就可以休息 满心期待明天开始的探访 至于住宿的选择 推荐搭配京都车站 可以住哪里的影片来做参考 第二天的正式开始 由于住在京都役附近 那就从车站对面的京都塔开始吧 这座塔位于京都的入口 由于要表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气质 以京都传统工艺之一的核蜡烛意象 但官方说法还是灯塔 作为一个喜爱京都的旅人 似乎总要上来至少一次 从最高的角度俯瞰整座城市的历史脉络 第二站平安京创生馆 搭公车到附近的千本 顽太丁 下车就可以见到路口的说明牌 写着大吉奠基 正是平安时代天皇上朝的地点 步行前往古典之日 纪念平安京创生馆 馆内最引人数目的展示 无疑就是以千分之一的比例 打造的平安京复原模型 在此可以看到四神相应的风水 以及仿效唐帝国长安城的布局 此外还包括平安时代的生活展示 例如男女贵族的装束 以及王朝料理殿下的御膳 还原当时贵族的日常餐食 而非常知名的上山本 落中落外图屏风复制品 占据了整个墙面 能尽情贴近观看每个细节 而从平安京创生馆出来 附近还有平安京内里自成电机 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也可以顺路看一下 不过这区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史基的样貌 只留下几块说明牌标示着当时内里的宫殿位置 尽管有些疾疗 但还是庆幸来过 下一站神泉院 它的位置是古代盆地中心一处湖泊 被称为玉池 但由于后世在此新建堡垒式的建筑 侵蚀的玉池的面积 水域就缩限到如今二条城南侧的异域 但却是京都三大祭之一 其原祭的八原地 境内有一堂小的心境之池 据说望向池面 可以映造出人们心底真实的喜怒哀乐之容颜 也因此被视为京都市区能量景点 Power Sport之一 也别忘了到邻近等吃茶 吃咖喱或者喝咖啡哦 下一站京都国立博物馆 以及对面的三十三间堂 原名莲华王院 是平清圣建来曾给后白河地的 平家两代也因而得以升殿 是武士阶级取代社官家 进入政治核心的建政 当然这座佛堂本身就是知名的景点 其中的千尊观音像更是令人一走进去 就感到被温暖的能量包覆非常值得一看 外围还留有平安时代风格的围墙跟正门 一路深入可以遇到后白河天王法柱四林 书中也写到对我来说 正是平安时代的终结之处 再从京都四季饭店对面的巷道 即可通往方广寺大佛殿基 绕过公园便进入到风国神社的境内 这里祭祀的风尘秀吉 并且有大阪东之镇的导火线 方广寺忠明事件的大宗 热爱战国的朋友当然不能错过 第三天一早搭上九号公车 大约一小时左右的车程加上步行 就可以来到赫茂别雷神社 也称为上赫茂神社 神社鸟居的入口立着赫茂大社的石碑 这种石碑的规模并非每间神社都有 令我想到曾经造访过的岛根县出云大社 也有这么一块大石碑显示它的地位 而神社境内的樱花树看上去也特别古老 这里祭祀的赫茂别雷大神 和下鸭神社祭祀的赫茂剑角生命是一家人 也是古老的赫茂或者鸭士族的神社 地理环境有一点像是台北外双溪跟枝山岩的一带 在这里还有一间小小的路旁咖啡馆 神山永水咖啡尖 参观完之后坐下来喝杯咖啡也相当的惬意 这天上午的景点都是相对古老 在平安京之前的历史 例如下一站的太秦广东市 是搭乘被称为蓝殿的金服电铁前往 尽管就位于车站跟马路边 但是从山门开始就散发着古叉的气息 石碑上刻着三成国最古之士 太子建立日本七大事之一 寺中还有被称为宝贯弥勒的国宝弥勒菩萨半家像 广龙寺原是杜来人秦室的士室 又名秦宫寺 但后来既是圣德太子 从广龙寺山门离开之后 寻着左侧的指标 就可以找到大九神社 也就是我最早的京都市的影片当中 提到祭神是秦始皇 宫月君秦九宫的那座小神社 有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看看 或者顺道游览东印太秦印画村 之后继续搭金服电铁 就能前往西川圣园所创立的龙安寺 它以石亭而闻名 在枯山水的亭园中 有几块布局巧妙的其实 历代以来引人深思 也成为最适合静静思考的 禅宗亭园之代表 更是Steve Jobs生前喜欢来沉思的地方 更应该来朝圣 傍晚回程的时候 搭公车经过北野天满宫 尽管之前已经来过一两次 但觉得还是应该来向 学问之神奸功奸元道征来问候 毕竟作为历史文字的写作者 对他也相当的尊敬 前一晚我刻意搬到奇缘附近的旅宿 就是为了要体会 Netflix戏剧5G家的料理人的环境跟气氛 而这天一早就可以来参观附近的景点 剧中一直出现的城市神社以及白川殉桥 根据路旁的说明牌 此地是奇缘的发祥地 直到明治时期都极为繁华 面对着城市神社的左侧 沿着河道的小路便是白川经 春天有樱花盛放 路的尽头便是鸭川 另有一座小小的变才天神社 总觉得现今世人对京都的想象 小桥流水 五季置屋 旅馆酒市 省色歌碑 就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街区 外国旅客也非常多 在沿着花剑小路往南走 进入到奇缘甲部的领域 经过知名的茶屋 一粒亭 由于曾经被写入知名的《忠诚藏》 剧中 至少有320年以上的历史 绝对是花街历史之见证 我曾经来此一家金料理结冰味 木贝用餐 细节可以参考 为什么有人说京都不好玩的一片 就不再赘述 用完餐 继续往南就可以进入贱人寺 它是连仓时代初期之代表 更是京都最初之禅寺 它正好位于北侧江户时代的花街 跟南侧平安时代六波罗的中间 不仅是地狱的延续 更是历史时空的连结 继续往南 正是平家及盛时期居住的地区 六波罗 先找到六道真皇室 再前往六波罗密室 而六波罗的地名 便源自于这座寺庙 寺外的一通石碑 刻着此附近平室六波罗地 六波罗探体府 从平安时代后期 直到连仓时代 这一区便是武室制衡 并监督皇室的行政中心之所在 而从这里往上走到清水版 时间差不多已经傍晚的黄昏 再跟着游客拍照打卡 法官是八板塔 真的每天都很充实啊 第五天 我离开市区前往洛南的宇治 搭电车来到平等院附近 因为天降暴雨 便直接在疫前搭计程车 而司机熟门熟路 直接将我搭到南门上方的入口 少走一大段路 心中非常的感激 初次来到平等院虽然是个雨天 但也另有一份意境 虽然匆匆按下几张照片 就前往凤祥馆博物馆 但入馆之后 便立即沉浸在佛果的氛围当中 尤其是初次面对云中菩萨供奉像 更是令我感受到仿佛真正的飞天降临 有一种身心都受到洗涤跟祝福的感受 非常的震撼 还好后来秋季夜间拜关再来一次 夜间点灯的凤凰堂 美得仿佛登临极乐净土 王朝文化时代的平安经 向外延伸到两个区域 作为皇室跟贵族 兴建别墅跟游赏之用 西边是琐儿兰山 南边就是雨智 共同的特色就是有山 有河又有桥 景致十分的风雅 当然还可以顺有雨智上神社 以及原事物与博物馆 下午回到市区 在前往银阁寺的路上 刻意提前下车 走了一段颇有诗意的哲学之道 过银阁寺桥 先在路旁的店家 吃一碗简单的桥麦面 再继续往前走 进入到辞兆寺的境内 在重新发现日本 六十处日本最美古建筑之旅的书中 为他独立保留一整个篇章 说是漆黑中的光辉 银阁是后世富宇的名称 或许还代表了乱世中的逐利异政 对于简洁生活之向往 对照于金光散散的北山文化 被视为充满残风的东山文化之代表 而既然讲到市丁时代 我就想去寻访原本幕府所在地 搭着地铁来到金初川 寻着地图上的标记 在同志社大学的金初川校区探头探脑 而那块磕着花枝寓所的石碑 原来是长生在街角的大盛寺庭园树下 这一天最后在搭巴士回到山条 由侧门进入顶法寺六角堂 他之所以闻名除了是洛阳33所观音灵场的起点 第一番扎所 或也因为他位于闹区乌湾浴池地铁站旁边 交通便利 在附近逛街很容易就走进来 那也有可能因为他是出现在 柯南电影《迷宫的十字路》的场景之一吧 当然他更是净土真宗祖师 清联圣人悟道之地 以及十方花道发源地 来到旁边的West 18 搭上电梯从高层俯瞰全景 再下到星巴克休息 雨天的行程就到此为止吧 第六天我预计搭乘晚班机回台 大家要把握最后的上午 决意前往福建陶山城 搭电车来到禁铁单波桥义 幸运遇到一部计程车回转而来 连忙挥手蓝车 大约五六分钟 车程就可以抵达运动公园停车场的入口 此地原本是福建陶山城乐园 一度闭园之后 再度开放作为市民的运动公园 或者影视拍摄使用 虽然这是一座重建的水泥建筑 但此地毕竟和战国时代末期的许多历史有关 更是安土陶山时代名称的由来之一 有来过一次到此一游也就好了 至于下山唯一的方式 便是沿着山坡走回车站 这段路倒是惬意的 不仅可以远眺京都盆地的景致 而且沿途欣赏民宅 也颇有美式社区的风格 而搭乘禁铁电车回到京都的途中 进入京都役的前一站便是东四 评估仍有余裕便提前下车 从车站走向东四 仅约几分钟的布城 比起京都塔 东四的五重塔 更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地标 是日本现存木造古塔当中最高 也被指定为国宝 东四则可以说是平安京最古老的寺庙 正式名称是教王护国寺 东四真正值得看的 有每年春秋两季特别开放的宝物馆 除了珍贵的收藏以外 也被誉为是春季赏夜莺最佳的场域 这也再度印证东四来自于京都 来一次是绝对不够的 期待有机会在不同的季节再来拜见 最后当然就是再经由京都役 同样搭乘哈陆卡前往关西空港 正如在书中写到 京都役就是这样一个旅行开始 结束跟休憩的地方 我为它深深着迷 你同时才刚要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 以上介绍的行程安排 再次强调是我个人的历史探跑行程 至于每个景点的细节 在书中都有更详细的技术 你觉得这样的行程安排如何呢 是否太过于历史宅的行军呢 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 公投间观点的历史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